小鸟 大家好我是老九今天赶来个早朝80块钱买了猪根独子腰块儿 今天我做个子宫名菜桥头三嫩 先切些猪头 熬少面粉 来一点白醋 把手攒进去搓 锅上二十分钟 把表面上的粘锁起来给它弄出来 把肚子弄得起 所以说要慢慢干 慢慢洗干净后把肥油给它撕了 清洗干净了 我们先把猪头切下来 剩下的时候留到煲汤 现在开始猪头切花汤 再剩下 从背面切成长条 切小会儿 把麦炒的时候入鱼酥 放到盘里不用 腰花从中间剥开 把腰刷给它去除 去掉腰刷 去掉腰刷 腰花同样切花刀 翻后面来切 二 第四刀切断 弄到清水里面泡 把水汁给它弄出来 一杆水分 放在盘里不用 切猪肝 猪肝 吸一去血水 搂起来 倒在慢慢都不用 准备腌测 先浇一下 料酒 来点褐椒粉 来点红色 来点红色芡粉 用手抓匀 三个一样的哈 在腌制的过程中 我们把作料和配料切去 先把泡椒切去 让它碎 泡椒切去 泡椒切去 切去 蒜切片 倒炒 我把作料和材放在一起 切 就准备有了 来点 加点豆瓣 在每盘放些花椒 准备菜 切蒜 切成切 切成切 再切大葱灰 再每碗配芝姜丝 碗头挑点料汁 生抽 来点腹脚肥 来点芡肥 来点白糖 来点香醋 来点味煎 再加点清水 搅拌均匀 葱姜油 爆炒油要多一点 等油温蒸熬 下锅 勾切 下锅 爆炒油 下锅 炸锅 下锅前勾切 下锅 最高18分 下锅 勾切 老三 桥豆沙嫩开烤 老三 这个必须趁热吃 好 先尝一下口感 最嫩的猪肝 这个不脆就说明手里不好 这个好吗 口的吗 可以 再碗猪肝来尝尝 猪肝眼尝尝 特别是刚起锅这会儿最嫩 不脆 告诉你这个腰会儿 看着都冷 哇 非常脆冷 肚子吃起来很安逸 脆冷 三冷 果然明不虚散啊 都要吃冷 整袋 这里的话 炒了几个菜 它都是爆炒的 必须要火大 三两种炒出炒了就可以了 这个下饭安逸炒了 这个菜特别是下饭 我还要半个手材说 起码吃三碗 带着吃饭安逸